当年的陈宝莲亚姐落选,后因拍三集片而被大家关注,而陈宝莲从小就在单身家庭中长大,缺少父爱。 自出道后,不管是恋情还是事业的发展,都不太顺,重重压力最后纵身一跃,从24层楼的寓所跳楼身亡,当时的她才29岁,仅留下一个不知生父是谁才半个月大的儿子黄一,之后黄一被陈宝莲好友邱黎宽人称宽姐收养了。 邱黎宽当时也是黄一的经纪人,工作太忙的时候,黄一经常也会把窦镜彤带去宽姐,加几她帮忙照看,窦镜彤只比黄一大四岁多,如今两人关系还是很好,秦桐姐弟般,宽姐一直在圈子里被称为是大姐大,还曾两次救下林志玲,看来宽姐也是人员甚广,就连五十大寿的时候,黄晓明也专门。 为她庆生,如今的黄一也是已经15岁了,在宽姐的细心照顾下,在她身上花呗不少,勾她读好的学校和提供好的生活,完全当自己的亲生儿子看待,两人也是感情很深了,黄一也已经是长得帅气男孩了,现在正在读中学,儿生父至今仍是迷。